大家好 今天是1月16日 星期四的升旗易得道 今天呢 就 這一節有三位新主持 這一節有雕山 大家好 雕山 John Conner Toni Zia 1.5 仍然是公開廣播 當然啦 我們就是 較早前已經討論過台灣 大選 那個情況 我們已經做了一些對韓國瑜 藍營啊 這些藍絲 一些鞭絲 鞭絲的行為 因為我們也很想探討到底那個 光復高雄會不會成功 所以就一定要探討 這些現在那個 藍營 那些媒體的做法 如何騙他們的支持者 使得他們的支持者 完全誤判那個選舉形勢 這節就是要說這件事 蕭先生 讓你講講韓國瑜的東西 裡面實在有太多東西啦 如果你只這樣看 如果你是看 國民黨的Facebook 你看韓國瑜的Facebook 你看Fans page等等的話 你就完全是會覺得 韓國瑜是野硬的 沒錯 完全是台灣人叫同溫層效應 就是一群人呢 就在糖水滾糖魚 在那裏把消息傳來傳去 說來說去 他們呢 就只看自己 那些陣營裏面的報紙 還有電視台的 他在電視台呢 還有Facebook Facebook 是啊 某個電視台呢 就直接 改了名字叫韓天電視台 在那裏 因為整個電視台整天就是報他的 即是中天 是啊 他們的名字叫韓天電視台嘛 沒錯 所以很好玩的 這個不是很危險嗎 我們社運就叫回音場 只是聽到自己圍內的聲音 不斷地聽到反彈自己的聲音 聽到反彈自己的聲音 就說我們有很多聲音 很危險啊 結果呢 就會連自己也騙了 很多都騙了自己 而且 騙老的人呢 不是一般普通人 就算很有知識的那些 那些沒辦法啦 因為他自己本身就是這樣的人啊 另外還有一些呢就是 他國民黨裡面的黨功都騙了的 全部騙了的 自己信了的 哦這樣的 這個誤判形勢就很嚴重 就是 令到韓國瑜那個粉絲陣營 為什麼哭崩呢 因為其實 如果他們對那個形勢是有一個準確的判斷 其實他們就不會哭崩的 讓他們知道自己是力玩抗爛 而不是 他們現在是打算大勝 他們覺得自己是勢如破竹啊 因為中央台 這個CCTV4台 就說 韓國瑜人氣 剪壓民進黨 用個剪壓 那你就贏了好多呀 又要說 他們的崩潰呢 就沒有那麼早的 是 他們是厚一點崩潰的 為什麼呢 又要說回 大家呢 如果你說看那些開票 那天開票 那其實 你真的要說一下這件事 也挺好笑的 因為我們不是看過那個台 所以不知道原來有這麼好笑的事 大家看著 看著那些不同的台也好 就算你說普通中立的也好 就是綠營也好 其實都是差不多 一開波就已經領放 就是蔡英文 蔡英文已經領放了 但是你看那個 中天呢 你現在上去Youtube 找到那條片出來的 是 當日的開票直播 現在錄了在Youtube 就要看的 是 那怎麼辦呢 在頭一個多小時裡面 你會以為呢 他是在跟著 在蔡英文 半個馬位 跑著的 就是叮噹碼頭 或者半個馬位 因為 頭一個多小時 他全部都是做到 剛剛欠七八個巴仙 是 還有你 看其他台全部不同的 這個真的很神奇 原來報票數的時候 你真的想不到 你以為是 在看股市 他是借貨的 他是借票 他借回來 即是怎樣呢 就是 明明沒數到那張票 報住先 又或者 反過來 蔡英文那些就不報住 那天出現了什麼事呢 很搞笑的 他的台應該就在中間賣廣告 所以就靜了一輪 他有一些畫中畫 一個就是 他自己 報了多少票 一個就是 拍著國民黨的集會 一個是拍著民進黨的集會 好死不死呢 民進黨的集會裏面 就有個大電視 那個大電視 播著三立 那裏又有數字 三立的數字 中間的數字 一齊一放 差很遠的 然後呢 跟著那些人 跟著那些人就在那裏打了 在那個YouTube上面 其實現場 就在那裏打那些字 他就在那裏打了一百七十萬 他說 蔡英文過了二百萬了 他還不特意不報下去 他是有些觀眾 在其他地方看到 告訴你 喂 過了 按住 在他的直播那裏 按住 按住蔡英文的票 數了那些 當沒有數到 出之呢 後來發生了一件什麼事呢 就是這個世界 叫做醜苦中 衰竟家用 去到尾 突然間開完高雄那堆票之後呢 他突然間塞了個數字 砰一聲 蔡英文彈跳了五十萬票 是 然後那些韓粉就崩潰了 可以崩潰 就說 做馬 他說做馬 做馬 為什麼會多了幾十萬票 突然間多了幾十萬票 做馬 因為你一直在看一個 錯誤的畫面 當給你一個真的畫面的時候 你就以為那個是假的畫面 他還要這樣 他還要說 還要說 還要投訴 還要驗票 但他忘記了一件事 高雄呢 就是國民黨執政的 而當時 負責選舉的那個人是國民黨的 是國民黨的 其實呢 像不像那時候黃昇的那些戲呢 就是那個 賭世界盃 那邊已經贏了三比零了 他拍了一條片 拍到他贏 拍到他法國輸 然後給你一條片看 原來人家三比零 這件事 最常見到這個行為 其實就是中國大陸 當你明明我們有200萬人示威的時候 你知不知道其實當時大陸在說什麼新聞 他說有 200萬人上街支持政府啊 那時大陸真的傳這些新聞啊 這些 古靈精怪的新聞很多 後來因為你遊行太多 他蓋不住啊 因為又會有些遊客走來香港 明明看到那些不是啊 反政府 你又說有很多人 上街支持政府的 為什麼 所以很好玩 這些東西呢 就會騙了那些人的 其實是騙了藍營的 騙了所有藍營的 其實香港也一樣 我們之前分析過 他們在這個11月24日 投票的那天 那個叫做什麼東西 鄧炳強還出來說 你們最終 大家投票就會知道什麼事的了 他覺得他們會贏的 他覺得他們會贏的 這個就是這樣 我又看過台灣的那些 所謂的名嘴節目 有一個就是 國民黨的那些少壯派來的 不過就被人停了黨權 因為他經常激國民黨 那他停了黨權 不要緊 他認識國民黨的那些人 他是黨工的那些人 他認識的 那有些人就說 跟他輸賭 一台晚飯 做什麼就賭誰贏 那這位 這位仁興 這位少壯派就說 不如這樣啊 我買蔡英文贏 那我就讓你100萬 跟著國民黨那條 你知道怎麼說的嗎 他說不用 平手盤 海報而贏 平手盤海報而贏 跟著呢 那個人告訴你 跟著那個人告訴你 我現在 還有幾台這些東西 還有幾台都沒吃 其實是很正常的 如果真的有賭波公司 其實殺韓粉那些票 應該殺得很爽的 有傳聞說殺了幾百億台幣 大家應該高興 因為這些是共匪錢來的 人人得而誅之 殺了幾百億台幣 很好笑的 你看 最好有機會找回 中天那條 當日開票的那條片 點票 還有一個 笑到你滾到地上 那他一路呢 如果一路看 因為他有分 這個縣市開多少票 蔡英文多少 韓國瑜多少 高雄市一路滾到 接近尾的時候 韓國瑜就有一個八十幾萬票 打出來 但是你現在 你心水清的時候 你就知道 韓國瑜當日 在高雄是拿了六十一萬票 多了二十萬 這個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借票 好像借貨沽空 好像借貨沽空 即是 賭得厲害 賭到最後說 沒有得賭了 開完啦 開完我再賭 結果要更正 為什麼交易所 禁止 借貨沽空 就是這樣 你沒有那麼多貨 你也沒有的 你先買著 為了做債的價 整個都是假的 整個價位就是假的 撥起其他東西下去 他去到很準的 他已經有本事 頭兩個小時 還在叮噹碼頭 已經很厲害了 你知不知道 我們 長期update 記住 是頭三秒鐘 蔡英文和英文 他們是平手 三秒之後 蔡英文就彈上去 從來沒有試過平手 從來沒有平手 他平手就彈上去零 即是開票之前 打任何球 都是零比零開場的 沒錯啦 很好笑的 你看看他們的同溫層效應 為什麼他們會崩潰呢 因為他們 最後才能面對現實 說回韓國瑜 即是高雄市長 如果按現在的情勢 即是他被人罷免的機會也偏高 我猜他也挺難搞的 因為現在 高雄的人民 就是覺醒了 原本就是很多 我們 早 年多之前去這個高雄 去年三月 看這個 韓國瑜發大財 特意去看看高雄的人 我們特意去訪問一下街坊 當時確實有很多 街坊是看好韓國瑜的 滿為希望的 韓國瑜開了一些空投資票 例如聖愛摩天輪 例如這個 代入愛我 Formula 1在搞 你知道他在說什麼 我特意看台灣的報紙 Formula 1要在搞 人家問他為什麼市長不搞 因為那些跑車 要坐 類似747客機的 然後不知道哪隻型號客機 但是那隻客機 沒有辦法降落高雄 所以我們邀請不到人家來 然後被人即時踢爆 高雄是可以降落到那隻型號客機 高雄的機場很大 很大的 高雄機場有什麼機會 降落不了 你不是航空母艦來的 機場是國際機場來的 是貧地來的 那是國際機場來的 我沒聽過國際機場會有一種機降落不了 如果你說台南那些 你只是做本地飛機的 我就不知道 但是你是國際機場來的 那是宇宙飛船 降落不了 所以韓國瑜是順口開航 是亂說的 根據 他們說在國時的政策發佈會裏面 有人統計過 他用了數字來攻擊蔡英文 裏面有62%的東西是錯的 其實就像香港的藍絲一樣 拿著假的消息就說 你們這些白衣人 其實白衣人是沒有錯的 是你們 林卓廷帶黑衣人來搞事 我們才要打你 然後 再數之前 為甚麼有100億人出來 因為你們泛民吹雞要來 燒我們祖墳 我們保護家園 全部是基於假的 用假新聞來騙救人 其實721事件就是這樣 跟這個韓粉事件差不多 韓國瑜 在選總統的政見法 報會那裏說這些東西 他完全是 拿一些 fake news 根本整個人都是假新聞 因為韓國瑜本身 就等於學假新聞 他有很多這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他除了Formula 1 跟著說要起馬場 根本就是騙救人 這個死路纖 來香港旅遊 去看一圈跑馬 跟香港 香港賽馬會 談了 就說要在高雄起馬場 然後香港賽馬會 即時出來否定 我們從來沒有跟他談過 這個死路纖 他有很多這些東西 還有 他令到一個議員 一個市議員成了名 就是他質詢 他在說什麼自貿區 你可不可以說一下 你自貿區是什麼 他什麼都說不出 發大財 他說一下說一下 他說到那位女士 反白眼 你看看一些中國時報 為何要邊施呢 連白狼也跟上去 結果 他的政綱什麼都沒有 只是寫著有錢 什麼都沒有 人民有錢 又是人民主權 安全人民有錢的人民主權 結果逢是國民黨陣營 就不知為什麼 好像 選完之後 那些錢就會從天而過 因為韓國的說法就是 跟大陸搞好一些關係 就會有錢的啦 大陸會施捨的錢發財錢給你啦 用一隻黑衣啦 施捨的發財錢給你啦 大陸自己也搞不定啦 現在泰國的生意少了好難度 因為大陸現在的人都沒有錢 沒有人去泰國 泰國生意少了三成 做遊客那些 你知不知道 他們最喜歡去泰國的 因為泰國便宜 現在連最便宜的泰國也不能去啦 證明了什麼 他自己也搞不定 老實說 他自己的人都沒有錢啦 你還指望他幫你 你繼續讀一讀啦 朗誦一下 其實我講過的 但不要緊 滿天星計劃 他登了廣告嘛 登了這個 中國時報 聯合報的廣告 他就說 世界就交給 你們闖蕩了 出國與全世界的朋友相互交流是最能拓展自己國際觀的方式 韓國如知有此人的想法 年青人很多 卻往往苦於錢不救而無法盛行 又是錢 為了讓年輕人輕鬆 跨出第一步 我準備了一個滿天星計劃的禮物 他們真是學了民建聯那套 台灣人用了這個套路 全部跟你說錢 錢錢錢錢錢錢錢 什麼是發錢行 小學起 實施中英文商譽教育 這是第一 接著這裡 大學碩士生出國交換生一年費用政府補助 其實這個我們有說的 以我們理解台灣的庫房是沒有 那麼充裕的財富 我稍後再講講 有人已經計算了數據 另外這裡是45歲以下的軍工教 有警銷每年送1-2%出國 即是出國就是 他本身推這個空頭支票的時候他有沒有計算過這個數字呢 他是這樣的 他很過癮的 他請假去選 去到一站 人家說什麼呢 他就說做什麼什麼 有人計算了一條數 如果將他所有做的事做完的話 所有開出來的空頭支票做完 就大概要用 我不記得是四年還是七年的 台灣的 財政預算 才能做得到的 都很厲害 有一件事 我新鮮得 有一件事我只是講出來而已 看看你怎麼想 有人就說 要 培植這個愛國 心 就說要升旗 升旗台應該是假的 我聽這宗新聞 我以為他想說我們這個升旗台 我們這個都是升旗台 但問題是升旗台是什麼呢 他說全國3000米以上的高山有幾百座 我們整好升旗台在上面 但他不計算一件事 你整在上面起就已經要錢了 但問題是你每天要升旗 你是不是要駐軍隊在上面啊 那你駐多少人啊 我想問全國有沒有那麼多山 那麼台灣也有一點的 超過3000米有幾百座 他就是這樣說 這個我也不太肯定 這個我很質疑 台灣的網友做些fact check 我很質疑 首先在台中我們看不到有什麼山 在高雄是看到一座很矮的山 其他的幾百座在哪裏 有 有3000米 台灣的山脈中間的山脈 是劏開在台灣中間的 山脈就是一座來的 你怎麼說幾百座啊 可能幾百個山峰呢 你不要幫他鬥了 本身都是舊金的 那你不如把風解開幾個石頭 當作幾個山頭 不可以的嘛 總之他在說的那些東西 還有一樣 他說 現在因為故宮博物館那些東西 我都有看過這個山脈 他只是拿一部份的東西出來展覽 他說一次過展覽了 震驚全世界的 我也記得這個山脈 然後數字上寬救他 你知不知道 拿出來要怎麼擺放 你再看多少東西 還有那些東西會損毀 所以你說你收空投支票 別人這麼愚蠢 最初開張1000萬支票 很開心 然後再不夠 然後開一億 越開越大 開十億 然後你都不會質疑到你的戶口有沒有那麼多錢 你就在那裏收完那些支票 哇 很厲害 發財了 發財了 收了一大大空投支票 我寫給你啦 還有 整個支票搞到 他的說法就說 發財了 如果答應了別人的政策改 那是不應該的 所以你應該 改回退休 然後那些人就說 那你是不是要恢復18% 那些人存錢 我搞錯了 不是14是18 18 哇這個很離譜 整個國庫被你吃掉了 18厘 就是那些軍工教銷的人 那些退休人士就可以把那些存款存在國家上拿18%利息 是啊 這樣這個國家還有錢剩的 個個都好啊 我相信這個例定的時候 就是這個世界 很高利息的時候 沒錯 這個也是學到大陸 大陸你知不知道P2P爆之前 那個息口呢 就是在說那樣的 是月息呀 是月息呀 十幾月息呀 那當然給你兩個月就走路啦 所以 所以就有很多人存錢下去啦 就想著我兩個月都拿回來啦 半年已經 回本了 賺錢了之後就百賺了 你想一下這個世界 會不會這樣 那就是P2P爆雷啦 所以 蔡英文就搞了一鍋譜啦 因為要 切這些年金嘛 其實蔡英文做了這件事 是原意為一個國家好 不過呢 你撼動了這個既得利益的集團 不是本來這件事呢 他也不是既得利益的 你撲爆了他的謊言 你撲爆了他的P2P 其實呢這個事情呢 馬英九第二任已經提出來說要改了 但是馬英九一看到 哇那麼糟糕 他們的票倉是藍營的嘛 這個就是 如果你香港政府那些 經常拿公務員票的那些人說要 帶頭 空務員福利 你以為公務員會撐他啦 就這麼簡單而已 很簡單 所以很好玩的 你現在看見台灣 那些藍營 再看看 香港的 藍絲 你會發覺 同一隻營養 三滑 其實呢 原因就是 大家的操作 他們背後的勢力 都是同一個中國 都是同一個老闆 同一個套路 他們騙他們 都是用同一個謊言 去騙他們 然後他們就做出一些事情 在他們預期之內的 去破壞對方 或者去污衊對方 還把所有事情調回來 因為呢 在輸了之後那些人 豪哭 國民黨總補的人豪哭 然後有個女人 在褻絲底裏穿了 西裝套裝 很斯文 然後呢 褻絲底裏叫 蔡英文你也報應啊 如果你是台灣人會覺得 有些這樣的事 蔡英文做了什麼雙天害理的事 贏了太多 贏了幾萬票 贏了260萬票 不過這樣 有一點要贊一贊韓國瑜 這個真的是 政治奇才來的 他自己說的 他自己在電視上說的 在政見發佈會上說的 我為什麼說他是奇才呢 我到現在沒有聽到有人說這件事 我嘗試看說出來 大家會怎樣看 他不是有一招 玩膠的民意調查 叫人投債蔡英文 這招其實是高招 為什麼 你看看宋楚瑜拿多少票 60萬 60萬 對上一屆 好像很多的 8 是多 12 13 如果計percent 是13 今年是4.5 但是再之前 2012年 馬英九和蔡英文數了多少 3%不夠 為什麼呢 因為那次2012年 馬英九和蔡英文是比較接近的 結果就是棄保效應 棄了宋楚瑜 所以只剩下一個丁那麼多票 就去了馬英九 這次都是棄保效應的 原本就應該沒有棄保效應的 就像上屆的朱立倫一樣 誰都知道你肯定了 結果就投給宋楚瑜 那些人很心安理得 但是他現在出這一招 先把民意調查 丟掉了 你就不知道 然後他再用一些 古靈精怪的 數字呀 古靈精怪的傳聞 令到 換句話說 其實現在韓國瑜的票 是已經騙了很多宋楚瑜的票 都是只有五百多萬 我想呢 如果他不敢做呢 是啊 我們看他們那些集會 來來去去 有一半時間 就是說千萬不要投給宋楚瑜 集中了票員 全部給了韓國瑜 如果他不做這件事呢 我覺得他應該少了八十至一百萬票 即是說他會輸到三百多萬票 應該比水豬立倫 但他出了這條計劃之後呢 就硬硬把一個 不存在的棄保操作了出來 益了自己 其實他說這件事的時候 是有機會是令到一部分蔡英文的支持者覺得自己正在贏 即是麻醉了那些支持者 有部分的人 出現了說不去投票的情況 就覺得贏或者正在贏 真的有部分的人這樣說 當然不是多數啦 不過其實這個就不是什麼奇才的 坦白說 這個到最後就是民調失利 就跟你說民調失效而已 他們說是假的 索性就叫人 呼籲支持者去做假民調 也是等於 炒和別人的民調 但是呢 這件事就騙了國民黨自己裏面的有 對呀他騙了自己 裏面的有呢 就已經有一個寫Facebook出來的 就說 在我們的心目中呢 15%距離的民調都是假的 結果呢他說收了一份就差10% 結果他就覺得不對 結果他就看到另外一份民調就差8% 決定選擇順敗的那份 他不是做了一份他香港二贏的民調呢 現在你韓國瑜做完這一輪攻勢呢 其實就是 一大堆回力標 跟著現在飛呢 當他爆球全部插進去國民黨上 國民黨現在 國民黨那個4分5裂了 比之前還更加厲害 但是這樣 可能他學了紅壽署 選輸了總統之後 然後自己走回去做國民黨主席 那真是好啊 恭喜國民黨 恭喜他呀 散快一點 這次時間差不多了 遲些再談 拜拜